今天 朕把这地位交还于你 把责任交托于你 秦幻 你必须完成南下下一个十年之策 这是你的责任 把我南下 平安 所以你早就知道了一切的真相 将我蒙在鼓里 所以你早就与臣起勾连 将靖阳攻守送人 所以大军出征前你就知道此战必败 有去无回 臣起向我保证 他会顾你周全 我宁愿你让我和他们一起去死 朕北军 全是你的兄弟 你把他们的性命放在了哪里 他们偏死偏我保护你 你把他们的性命放在了哪里 如今你却将他们弃如碧驴 可我换取了南下十年平安 有了这十年 我们可以重新组建一个 更加萧永善战的军队 我们可以东山再起 你住口 你何时变成了这般不样 一将功成万古枯 这个道理 是不是你教给我的 是 这是我爹教我的 我是唯一军主帅 可以战死在沙场上 是 但我们绝对不能够被出卖 被自己人欺骗 你可咱知道 朕北军身后有数万的敬阳百姓 我们可以死 可那千千万万的百姓呢 因为你的出卖 你 他们就要丢掉自己的性命吗 你还不明白吗 胜败乃兵家常事 可他们的死是可以拼免的 你不是一直想报仇吗 我杀了你全家 来替他们报仇啊 拿呀 拿呀 拿呢 拿呀 拿来 拿去 拿去 拿去了 太好了 不认识 啊 好 来 先生请用茶 行了行了不喝了不喝了 从这一进门你就让我不停地喝茶 再喝我真的要唱死了 若是这是什么好茶也就罢了 一股子没味啊 先生 进阳城产物不丰 没什么好招待的 就连这陈茶都是前些日子在关外 跟人家换的 行了吧 就你那点鬼心眼 老傅能不明白吗 不就是未经你允许 我多带了一个人进城吗 怎么了 难不成你还会叫人 拿棒子把那人赶走 我不会 但也不见 你 若有下次 就连先生也休想过晚江半步 阿妹 你终究是沉哪 我知道 所以我没过奖 三年了 你说老夫来了多少趟了 你怎么还是油盐不尽呢 我也把话说明白 若先生是来看阿麦的 阿麦感激不尽 若先生是替旁人说话的 那莫怪阿麦感激不尽 罢了罢了罢了 罢了 我不跟你理论了 再说下去 你把老夫得气死 我都来了半天了 我怎么没见齐玉啊 他爱闹 我叫人 带他出城去打猎了 先生一路劳顿 用过饭盒再走吧 还是秀懂事 先生这么忙 那么多国事要处理 哪有时间留在这吃饭 先生 回吧 无情无义 你真敢赶老夫草啊你 是 是